监察制度作为政治制度的组成部分,在统治集团内部发挥着纠合关系,澄清励志,提高行政效率的重要作用。 我国古代监察制度朝代的发展不断完善,到明代形成了纵横交错,严密系统的监察网络。 但从明中业以后,监察制度却逐步示威,以至宁臣当权,朝政昏暗,贪污盛行,监察制度渐趋瘫痪。 明代监察制度的生成脉络是指明代监察制度的建立,制度的生成也是一种变迁。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妙文史,今天聊聊明代监察制度的变迁之路是怎么走的。 中国自秦代开始就建立了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制度,至明代建国之初已经是封建制度走向没落的时期。 明王朝的历史跨度为1368年至1644年,又称之为大明王朝,大明帝国。 它是上乘元朝,下起清朝的朝代,是中国历史最后一个以汉民族为主体。 推翻元朝蒙古的统治而建立起来的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王朝,对疆域的控制得到极大强化。 1368年名太祖朱元璋在应天称帝,国浩明,致命司宗朱有简供16位皇帝。 在这个时期,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中国封建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也得到了空前强化。 朱元璋在建国初期实行了屯田政策,基本奠定了明代的政治经济制度,其所采取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在巩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消除地方割据势力的同时,也注重强化社会教育,在京师设立国子建之后不断扩充,一方面垄断了国家教育,另一方面又不断地培养大批知识官僚。 朱元璋非常重视官僚的培养教化,国子建成为培养明王朝官僚的渠道。 日本、琉球、先罗诸国借有官生入监读书、折家厚赐并给其从人,曾达到了顾七十部列中外者、太学生最盛的盛况,同时也不断地完善科举制度,作为笼络各阶层是大幅入室的重要手段。 明王朝和历代王朝一样,继续实行以农为本,重农易商政策,致明中末期,在手工业部门之中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社会风气发生了变化,商人的社会地位提高,封建立法和传统秩序受到了较大冲击。 明代综合国力强盛,对外贸易逐步扩大,还组织了规模宏大的远洋活动,致明朝末年,封建的生产关系严重束缚着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严重的社会危机,封建制度的腐朽落后,逐步显现。 监察制度是国家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是具有针对性的准司法性质的国家政治制度。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行,离不开官员的管理,为有效贯彻统治集团的意志,需让百官各司其职。 明代的六部官吏及立部官吏、户部官吏、礼部官吏、兵部官吏、刑部官吏、公部官吏等行政官吏具有较大的行政权力。 需要对六部权力的行使进行监督,使其能够秉公办事、清政联名,就需要建立起一批监察官吏队伍,让他们行使监督权。 监察权是通过监察机构来行使的,监察机构是监察制度的重要部分,是监察制度的主干,没有监察机构,监察活动就无法进行。 古代的监察制度从复合性制度体系逐步演变成单一性制度体系,伴随着监察理念的不断变化,监察制度也随之变化,这种变迁体现了古代封建王朝的君主至上性,监察制度的工具性和家国一体性。 而古代的监察制度就是通监察法律的实施以规约百官行为,为国家和皇帝的利益而服务,保证了封建统治秩序的稳定。 监察制度就是对官吏及其他利益集团或势力进行的一种监督和弹劾,约束其权力行使,不得逾越法律规定的界限。 它是一种在统治集团内部发挥着调控器作用的权力约束制度,保证统治集团的意志能够得到官僚机构贯彻执行的一种监督手段。 作为一种调控器,它缓解了官与官,官与民之间的矛盾冲突,其发展深受着皇权制约。 又伴随着国家机构制度建设的不断完善而得以发展。 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监察机构和官员,其设立目的是为了澄清励志,肃清刚进,营造封清气正的政治氛围,维护封建王朝的利益。 可是在复杂,现实的政治环境中,由于皇帝昏庸,利益诱惑等因素影响,监察制度逐步被破坏,监察效能得不到彰显。 即使统治者重视监察制度建设,但是监察官员自身又需被监察,由此就会出现监察职能,机构的重叠,效率低下,监察成本不断上升等问题。 制度变迁是历史制度主义研究的主要问题,研究什么因素能够使得制度生成、转变、完善、衰落、终止的问题。 制度的变迁包含了路径依赖和制度创新。 制度的生成也是一种变迁,是旨在战争、文化观念、政治运动、经济发展、环境因素和社会组织力量的作用下推动的制度诞生,例如革命战争推动了新的国家制度的建立。 制度建立以后,就会随着时间的变化发生一定程度的变迁,制度本身会显现出制度的效能在各个历史时期。 它所展现的制度效能是不同的,即使这个制度本身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化,还会因具体的主客观条件的不同情况逐步地得到强化或者衰落。 变迁的类型包括由升到摔的变迁,渐进的变迁,自上而下的变迁,强制性变迁,激进变迁,断裂平衡变迁等。 明朝立国初年,国家的政体组织形式大体是沿袭元朝的旧制,同时也承袭了汉唐制度中的积极因素。 中央的监察机构是御史台,是纠察百官行为的机构,设中书省,总理全国行政,掌军大都督府掌军事。 明太祖朱元璋十分重视监察制度,曾说,国家立三府,中书总政事,都督掌军旅,御史长纠察,朝廷纪刚尽细于此,而台查之任由清耀。 因此,明代监察制度的生成,必然暗藏着历史因素的痕迹。 随后,明太祖朱元璋察觉到这种国家官制设置并不利于皇帝的专制统治,三大机构职权过大,容易形成地方割据势力。 洪武九年,朱元璋罢出世遇史,志书世遇史和殿中世遇史,其只能归间查遇史,这使得台院、殿院、茶院三院初步合一。 大都督府一分为伍,征调隶属于兵部,地方设置都指挥史思,提刑暗查史思,呈宣布正史思分立兵型前谷。 明代的监察制度承袭前置并加以完善,创立了一种新的监察制度。 中央监察制度逐步走向完备,并且首创了六颗给世中制度。 而明朝的地方监察制度,则形成了严密系统的监察网络,设置了提刑暗查史思及其派出的寻导官,督察院派出的寻案御史,督府监察官吏,三种监察方式相互交叉,形成了多层次纵横交错的监察网络。 至此,明朝的监察制度建立并逐步完善发展。 历史制度主义借鉴了行为主义的因素,认为制度不再是静态的、规范的,而是鲜活的、动态的。 因此,历史制度主义中的制度研究非常注重制度与行为的互动关系,将制度与其他的影响因素诸如行为者的观念、经济的发展程度等因素一同纳入到研究视野之中。 研究制度与诸多变量之间的互动关系,形成了结合宏观制度与具体微观行为的中观制度研究。 政治行动者总是处于一定的制度环境之中。 制度的生成与变迁总是通过制度与行为的互动影响而不断行诉的。 而政治主体的政治行为受到理性与行为偏好的影响,进而影响政治制度的塑造。 在封建社会,皇帝独裁并不意味着天下所有的事情皇帝都要变了,那也是绝对做不到的。 我国当前正在进行监察制度建设,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更离不开传统和历史的惯性作用,更需要结合传统智慧。 制度建设具有根本性、长期性的特点,就要尤为重视监察制度建设作为反腐败斗争的重要制度保障。 把监察制度的笼子越扎越实,保持政治生态清正联明,公职人员在行使公权力时能够做到客戟奉公、连接自律。 研究明代监察制度变迁的目的最终是为现代社会,特别是对当前我国监察制度建设提供历史智慧。